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星期六 今天要来做开箱,在海外购物的 所以开箱的时候,录影存证,避免有什么问题发生 那我们先开箱 开箱的物品大致上是这些 那我们就先比对看看,看有没有缺什么东西 那目前比对起来,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齐全了 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测试用的一些负载 那这一个,其实我本来只是要买这一个 这一个是1000A的分流器 因为我之前做的那100A的不够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1000A的 同时看到他们有卖这一些 电源的电池的测试充电器的 所以我就一次性把它买回来 这一个是500W的负载 不过如果换算起来的话 要测试18V的电池 这个500W的负载可能不太够 不过我也是先给他买回来 因为有一些功率比较没有那么大的 就可以装这些下去做 1000A的负载,我目前还没有想到 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个 可以负荷那么大的功率的负载 不过边做边想吧 反正最主要还是先测试这一些小功率的 因为这些东西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学着怎么用 所以这一篇就先做一个开箱 那你如果对这些负载有兴趣的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后续学习完以后 我会个别的分享影片出来 那我这一篇海外购物电子负载的相关产品 开箱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